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7月12日,星期一 我这个视频呢,跟大家聊一个呢,非常重大的一个事情 就是昨天的时候呢,拜登宣布了 拜登宣布说呢,他完全支持川普时期蓬佩奥关于南海东海的那些主张 就是说,完全否认中国在南海东海所主张的权利 说中国在南海东海所主张的权利呢,没有一项是合法的 而且指出来中国呢,如果不执行联合国的决议的话呢 美国将要执行它和菲律宾两个国家之间的战略协议 这个事情呢,我认为是非常严重的 这不就等于说是宣战吗 就是中国在南海,东海,尤其是南海 在南海的一切主张都是不合法的 全都是不合法的 如果中国再按照自己的这种主张 在南海付诸行动的话呢,他就要采取行动 因为他和菲律宾之间呢,有战略协议 菲律宾的主权如果受到侵害的话呢,他就出面保护菲律宾 这就是赤裸裸的宣战啊 很显然,美国呢,就想挑起来 中国在台海地区 在南海地区 在东海地区 甚至呢,在中印边界 挑起来中国的战争 只要中国卷入战争 他或者直接或者间接的参与 然后呢,就会发起全世界对中国的一个制裁 把中国给孤立起来 让中国因为战争耗费国力 让中国因为战争 在世界上失去道义 被孤立 然后让中国就倒退 会逼着中国改变社会体制 这就是美国的如意算盘 中国如果说真的是 按照他逼迫的 落入了他这个圈套 那中国就将是今天的古巴 大家知道吗 古巴昨天发生了大规模的暴乱 民众走上街头 为什么古巴会发生暴乱呢 因为他们的民众受不了了 30年了 古巴的经济得不到发展 古巴被全世界孤立 被制裁,经济得不到发展 以至于到现在 他们什么都成为问题 他们的食品都成为问题 食品,药品 还有呢,这次疫情当中 疫苗问题 得不到疫苗 民众走上街头 要求政府下台 他们要食品 要药品 要疫苗 甚至呢,他们都失去了电力 更别提网络了 现在呢,古巴人民基本上 是生活在水生活热之中 这是为什么呢 古巴本来就是这么穷了 不是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那个很著名的电影 《教父》 在《教父》的系列电影当中 其中呢,有一个情节 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教父》的哥哥 他呢,就带着美国的一些高官 贿赂他们 带他们去古巴 然后他就说呢 他说古巴这个地方不得了 古巴当时呢,非常的繁荣 古巴的夜生活呢,非常的丰富 超出美国人的想象 那《教父》的哥哥就说呢 You got to see it to believe it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不亲眼看看的话呢 你都不会相信 古巴的生活呢 就是那么的繁华和奢靡 可是现在的古巴呢 几乎成了全世界最贫穷的一个国家 人们连电都用不上 这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美国的制裁呀 那古巴发生了这个大规模的暴乱 总统就出来讲话 呼吁美国 看在人道主义的份上 请解除对古巴的经济制裁 那美国他能听你这个吗 你现在这个乱 正是美国想要的呀 那美国人肯定说你那你下台吧 改变你的社会制度吧 改成美国所希望的所谓的民主 古巴如果不改成美国人所谓的民主的话 美国肯定没完 古巴一定要上台一个听美国话的一个政府 美国才算完 不然的话没完 这就是曾经一个繁荣富强 让美国人都羡慕的一个古巴 现在就成了这个样子 那现在的中国 如果说政府落入了美国的圈套的话 古巴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我看到这以后呢 我就觉得恍然大悟 中国真的是不能打台湾呢 就连南海现在呢 拜登为什么昨天宣布了那个呢 就是老刺激中国刺激不起来啊 台湾他刺激不起来啊 美国这些年以来 不断的升级和台湾之间的关系 目的是什么呀 目的就是刺激中国政府 让中国政府失去理智 武统台湾 然后美国呢 参与或者不参与 他的目的就是发起来 全世界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和孤立 把中国给你孤立了 制裁你 让你成为第二个古巴 让你成为第二个伊朗 让你成为朝鲜 这些滋味中国又不是没受过 对不对 中国在建国初期的时候 就是拜美国制裁之所赐 中国人民呢 才度过了那一段艰难的岁月 还好呢 中国政府是理智的 真的是 我现在明白呢 就是台湾呢 真的是不能打 我也是属于一个呢 就觉得台湾 早打也是打 玩打也是打 不如早打了痛快 但是呢 不是这样的 你看美国现在就是在刺激中国 刺激不了了 现在呢 就拿出来这一招 南海你一切的权力 我都不承认你 如果你再主张权力的话 那我又打了 我要执行和菲律宾之间的战略协议 那不就是打吗 现在中国政府怎么办 现在中国政府真的是很难啊 就是你继续主张你在南海的权力 他都有可能以这个为借口来发动战争 南海这个地方太重要了 南海每一年呢 得有多达起码 5万亿的这个贸易额的货物从这个地方过 美国就是看上了这一点 美国坚决不能让南海由中国来控制 你就是大部分由中国来控制也不行 现在也提出来说呢 要求中国执行联合国的决议 他所说的联合国的决议 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 美国所传的那个草台子班 那个所谓的仲裁法庭 那纯粹是美国传的 那个所谓的仲裁法庭的 第一个仲裁官就是日本的 中国根本就不承认 中国根本就没参加 而且他所做的那个决定呢 很明显的胡说八道 都能睁眼说瞎话 把那个太平岛 那太平岛台湾都有人在上面 那上面都有淡水的 愣能不承认那个太平岛是个岛 当时还是马英九在台 对吧 马英九还带着一般人到这个太平岛上 从那个井里面打出来这个淡水在那喝 以证明这就是一个岛 这不是一个礁 就能够这样颠倒黑白 现在美国呢 就非得说这是一个国际规则下的一个决定 是联合国的一个决定 中国必须执行 不执行我就打你 看来美国压制中国呀 已经到了一个失去理智的一个程度 不过他们早就失去理智了 他早就采取的那些措施呢 都是损人不利己的 从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开始 对吧 他所发动的那贸易战 加税加税加税 这个关税的大棒 事实证明呢 完全是打到了美国自己啊 美国人民 还有美国的那些进口商 他们多付了很多的税 这些钱确实是入了美国的国库 但是你不等于是 你左手入右手吗 然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那个贸易逆差 也没有缩小 不仅没有缩小 反而是加大了 那他最近呢 他们又出了一个幺蛾子 我昨天已经分析了 就是这个亚马逊 这个电商平台的交易量 迅速增加 这里面呢 新的用户迅速增加 这里面主要都是中国的用户 我昨天就是说呢 因为增加了这么多的中国的用户 增加了这么多卖家 这些卖家的贸易额多了 就影响到了亚马逊 他自己经营的那一部分 昨天呢 有网友跟我讨论 觉得说亚马逊 如果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做这件事呢 好像有点说不过去 因为呢 在亚马逊上面 虽然说呢 一部分是卖家 一部分是亚马逊自营 但是呢 卖家的这一部分 和亚马逊的自营 其实并不矛盾 因为卖家 卖的越多 亚马逊收的钱越多 他是收提成的 关键还是美国的压力 关键还是美国政府 应该是美国政府 给了亚马逊压力 要打压中国的这些电商 这些商家 当然他们找这种 合理合法的借口 很容易了 但是这件事情呢 并不是对亚马逊那么有利 对亚马逊其实也是不利的 但是这就是美国啊 美国为了打压中国 已经是丧心病狂了 那在阿富汗撤军 这件事也是一样啊 其实呢 他在阿富汗呢 到最后他胜的 这个军人并不多 他撤出来 对他也没有什么帮助 但是呢 他很明确的说了 我就是为了撤出来 集中力量对付中国 这是什么意思 这些大兵撤出来以后 对你对付中国 有什么帮助啊 其实也没有什么帮助啊 节约钱啊 节约那的钱有什么帮助 也没有什么帮助嘛 你那些大兵撤回来以后 你照样还得花钱养着他们 他最关键最关键的就是 如果他从阿富汗撤出的话 他就料定的 阿富汗会发生内战 如果阿富汗发生内战 中国就不能踏踏实实的 在阿富汗做生意 甚至还会影响到 中国在巴基斯坦做生意 还会影响到 中国和阿富汗的边境地区 这是他打的这个如意算盘 但是他现在这个如意算盘 完全是失算了 因为这个塔利班明确表态 我们非常欢迎中国 中国是友好的 我们要发展经济 我们不允许任何人 借助阿富汗这块地方来对付中国 塔利班说的非常的明确 所以呢 这个美国想打这个阿富汗这个牌 整中国一下 他这一招呢 就又失败了 必然会失败 因为中国之前和阿富汗政府 关系就很好 那现在呢 这个塔利班 又这么表态 很明显的中国的中巴走廊 不会受到影响 中国在阿富汗的这个经济利益 不会受到影响 那美国就积极的鼓动 东海 南海 台湾 中印边界 就鼓动这些 让你中国呢 陷入战争 只要你陷入战争 就好办了 但是中国政府是有智慧的 中国政府是不会上他的当的 中国政府也能够把南海的这些国家安抚好 在南海这块 我们就看到现在相关的国家根本就没动静 也就是菲律宾有的时候 在美国的挑动之下 有的时候呢 会发发声 但是呢 很快就冷静下来 其他的国家像文莱呀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越南呀 一概都是和中国之间 没有这种对立的声音出来 菲律宾呢 他也挑动的不太了 中国有能力 把南海局势呢 给他稳定下来 他是不会得逞的 尽管他这么叫嚣 但是中国政府应该特别小心 他的目的就是挑起你的战争 我们通常认为说 如果是武统台湾 他不会参战 那可不一定 他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疯狂的状态 听拜登的意思呢 如果南海有一个风吹草动的话呢 美国会首先发难 不就这意思吗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呢 还是小不忍 则乱大谋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